好 先点名吧 潘安 艾米尔 Yes 老师 萨拉 Yes 老师 高明 杨孟杰 Yes 老师 高明 杨孟杰 高明杰老师 OK 杨孟杰 杨孟杰 莱拉 老师 王帝祥 高明杰 老师 我在 我知道你在 余川 余川 贺鸿云 西风 莱拉 老师 少光 塞勒斯 李斯文 阿拉 老师 文天朗 贺鸿远 老师 谁 文天朗 OK 好 乐嘉 陈思琦 陈思琦 没来 王浩天 莱拉 老师 莱拉 老师 王浩天来了 马维远 莱拉 老师 天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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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拉 老师 弗雷斯 莫兴 莫兴 儒庚 舍西德 古龙 阿拉吉 阿塞 李昂 李昂 Yes 老师 李昂 李昂吗 李昂 是李昂吗 阿塞 老师 阿塞 阿塞 好 李昂来了吗 李德 Yes 老师 马军飞 孟德 王世杰 王世杰 Yes 老师 阿塞 我知道 阿塞 我知道你来了 杨娜娜 苏加特 苏加特请假了 阿尔斯曼 Yes 老师 王家动 Present 老师 塞德 请莫老师 莫兴来了 老师 杨娜娜 是Present 好 杨娜娜 我知道了 还有谁来了 少锅 还有吗 还有谁 莫兴来了 莫兴我知道 我知道你来了 还有没有 没有了 没有 莫兴我知道 莫兴我知道 谁 谁 谁呀 杨孟杰 杨孟杰 好 杨孟杰 好 我知道了 还有谁 没有了 好的 我们开始上课 同学们 同学们 Can you use 语语课堂 你能用语课堂吗 Ring Claws 你们可以用吗 有的同学 不能用 通讯会议 我发现 他们 也不能用语课堂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可以用吗 在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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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在伊朗 是吗 他们在伊朗 不可以用 是吗 是吗 他们在伊朗 不可以用 是吗 伊朗 我看的是 塞勒斯 塞勒斯 他是伊朗的 他不能用 他遇到了很多问题 我也很担心他 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可以试一试 Try to use Ring Claws 让我知道 你们可不可以用 Let me know If you can use it 还是都不能用 王立祥可以用 Right 有的同学 是可以用的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不能用 好 那我们不看了 不说了 我们开始上课 上一节课 我们已经学了 第18课的课文一 同学们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在课文一里面 我们学了两个声词 第一个怎么读 香 香 什么是香啊 我们可以怎么用呢 可以怎么用 For example 我问你 王河天 去超市怎么走啊 你可以怎么说呀 超市 去超市怎么走 去超市怎么走啊 超市什么 怎么走 How to go 超市 怎么说呀 你可以说 先超 前面 不对 先前面 不对 听 先不是先前面 先 向 对不对 我们说在 direct前面 可以有向 先向 前走 对不对 然后 向 左走 然后 向 左走 从巴基斯坦 向中国 先向前走 然后 向 左走 你就到了 那就是超市了 我们说呀 在向 向的后面呢 它可以 向前走 向左走 向外看 向里看 这是我们的 向它的一个 方式 我们还可以 怎么说呢 你也可以 向 向 问好 对不对 For example 今天上课的时候啊 上课之前 同学们呀 你们都 都向 自己的同学问好 什么是向 向 问好啊 还记得吗 什么意思啊 See hello 去 向 问好 我们可以这么说 向 向 问好 For example 你和你的弟弟 一起出去 你们遇到了 come of course 你的一个 朋友 你让你的弟弟说 快向 向这位哥哥问好 Just say hello to your brother 向你的哥哥问好 可以这么说 这是向 sambly问好 of course 我们还可以说 向别人借钱 什么是 向别人借钱呢 向别人 什么是别人呢 other people 对不对 向别人借钱 什么意思 你觉得向别人借钱 好不好 borrow money 不 不 我 老师 borrow money borrow money from somebody else 你觉得向别人借钱 不好 你要知道 向怎么用 我们这个向 上一节课呀 我们学了向的三个方式 同学们 你们都学会了吗 好 下面再看第二个词 怎么读呢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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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one呢 dent 同学们 我没钱了 我没钱了 你能借给我一万块钱吗 你能借给我一万块钱吗 你有没有一万块钱 能借给我吗 我们可以有啊 一万块钱 借一万块钱 好 这是上一节课呀 我们学的两个生词 我们还学了一个句子 哎 只要 咋咋咋 就 咋咋咋 哎 同学们 我让你们写句子 你们写了没呀 写了吗 我还没有看 我还没看 我们写了 下个星期 我再 还没写呢 没关系 下个星期呢 我再 再看你们写的 对不对 好 只要就 什么是只要吧 同学们 问你啊 你的妈妈 什么时候会很高兴啊 你怎么回答呢 她什么时候会很高兴啊 用汉语说 她的健康 好的学校 她是 我们用这个句子 你会用这个句子说吗 妈妈什么时候会很高兴啊 妈妈很爱我们 对不对 她怎么样啊 只要 只要什么呀 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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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兴 很简单 我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只要我高兴 怎么样 妈妈 就很高兴 妈妈就很高兴 对不对呀 妈妈很爱我们 只要我高兴 妈妈就很高兴 对不对 只要 我 送给 礼物 送给谁 礼物 礼物 送给谁 送给妈妈礼物 送给妈妈 送给妈妈礼物 妈妈就 很高兴 是吗 只要我送礼物 给妈妈 妈妈就很高兴 Right 可以 再来 妈妈什么时候 会很担心 什么是担心啊 担心 I'm worried I'm worried 她什么时候 会很担心啊 什么时候 治疗 如果我不学习 哦是吗 一起看电影 或者看电视 妈妈就很担心 哦是吗 文浩天觉得 只要她看电影 一直不学习 妈妈就会很担心 很担心你的学习 对不对 可以 她为什么说 只要我的身体不好 是吗 妈妈就 对了 妈妈很爱我们 对不对 只要我们身体不舒服 我们生病了 妈妈就会很担心 对不对 这个 只要救 你要会用 只要救 来回答问题 你们都学会了吗 这是我们的 只要救啊 好 上一节课呢 我们已经学完了课文一 在课文一里面呀 我们还学了两个词 这个词怎么读 或者是怎么读 差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我们还学了 打钱 什么是打钱呢 不要忘了啊 这是我们打的一个newsang识 我们还可以打钱 你可以打电话 打羽毛球 打篮球 你也可以打钱了 现在 打钱 trustful account 好 这是课文一 下面啊 我们今天开始学习课文二 在学课文二之前 我们要先来看一看 这些animals 你们都认识吗 它是什么呀 熊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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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猫在做什么呀 大熊猫 我们叫它大熊猫 大熊猫在做什么呀 吃草 这不是草 这不是草啊 这叫竹子 竹子 bamble 竹子 这不是草 不是草啊 竹子 因为熊猫喜欢吃竹子嘛 对不对 它喜欢吃新鲜的竹子 我们叫它大熊猫 都叫大熊猫 can you write 竹子 可以呀 没有学吗 竹子 我怎么记得我们学 竹子 bamble 大熊猫啊 喜欢吃竹子 我们还有一种animal we should have another animal can of animals 我们叫它小熊猫 它是另外一种竹子 the other animal 不是它 这个 这个panda呀 我们都喜欢叫它大熊猫 大熊猫 再看 这是什么 同学们 羊 get 这是羊 对不对 有几只羊啊 这里有几只羊啊 七个 七只羊 七只羊 get 七只 谁说七个 七只羊 对不对 它的may word 我们是 七只羊 在看这个什么呀 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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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 不是 这是小狗 这是一个小狗 可爱吗 可爱吗 这是一只很可爱的小狗 是小狗 没有问题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猫 小猫 这是小猫 一只可爱的小猫 对不对 它是什么呀 它是 牛 非常好 谁说牛 very good 牛 这是牛 好 再看鸡 这是什么 鸡 这是鸟 谁说是鸟 这是鸟 对不对 它在树上来 我们叫它鸟 不是鸡 鸡上不了树 好 这是 一些动物 一些animal 我们叫它 we call them 动物 animal 我们先学一个词 动物 它们都是动物 all animals 我们叫动物 好 很简单的 动物 animal 除了 除了 除了鸟 哦 是吗 哦 对 鸟好像不是动物 鸟是什么 鸟也是动物吧 鸟也是动物 没有问题 人也是动物 人也是 we can't do 动物 哎 鸟也是动物 我们呢 我们 我们也是 哎呀 鸟是一个 嗯 鸟也是动物 我觉得它也是动物 好 OK 我们不看 今天我们要学动物 我们来看 课问二 有四个生词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这个怎么读啊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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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鸟啊 鸟 鸟 一只小狗 一只小猫 一只小猫 小猫 一只鸟 不可以一只牛 不可以一只牛 一只鸟 牛的那 word 我们用头 一头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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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啊 就是我们的hand 记得牛 牛它的那 word 我们用头 把这捞着只 其他的 这些呀 我们都可以用只 一只小鸟 一只熊猫 七只羊 小狗 小猫 都是只 但是牛啊 一头牛 好的 为什么用头呢 我们头这个man word for some animal some big 很大的一些animal 很大的一些动物 like a牛 like a牛 like a tiger 老虎 像这些动物 比较大 我们用头 小一点的呀 我们都用只 这是他们两个的不一样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词 这个词怎么读 水 跟老师读 嘴 水是什么呀 嘴 我们说呀 动物啊 它们都有嘴 对不对 它们的嘴一样嘛 看一看一样不一样 但是呀 但是呀 we can't use 口 alone to indicate mouse but we usually use 嘴 我们说 每个动物啊 它们都有嘴 它们的嘴啊 都不太一样 它们用嘴 吃东西 用嘴吃东西 用嘴喝水 我们这么说 但是呢 不说口 等一会儿呀 我再跟你们说 口和嘴 它们有什么不一样 好 再看 下面这个词 怎么 听一听 谁在说话 谁在说话 不要说话啊 跟老师读 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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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动物 动物 我们都是动物 在这个世界上呀 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是世界呀 世界上 世界 means 外 外 外 在这个世界上 有 很多种 很多种动物 有 so many kind of animals 有很多种动物 种 means cant 有什么问题 我听不懂了 我听不懂 weapons between zoo 等一会儿 我再跟你说 你别着急 莫星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等一会儿呢 我还会再跟你说 它的不一样 好不好 等一会儿啊 再看下面这个词 怎么读 断 断 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说一段时间 paragraph 也可以 我们可以一段时间 也可以 一段话 刚刚呀 我跟他说了一段话 of course 我们还可以一段课文 一段课文 你来读一读这一段课文 这都是period 我们可以一段时间 period of time 一段话 period of words 你和别人说了一段话 一段课文 paragraph 这是我们的段 你可以要知道怎么用 你可以说呀 这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怎么样啊 我们每个人 我们每个人呢 都在家里 这段时间 我们每个人都在家里 和我们的家人在一起 period of time 我们每个人都在家里 这是段 你要知道段可以怎么用 可以一段时间 一段话 一段课文 好的同学们 再跟我读一读这几个声词 再读一次 支 支 when you pronounce this one turn up your tongue tip 支 支 next one 嘴 动物 断 断 好 都记住了吗 我们来练习一下 第一个 怎么读 动物 动物 痛不对 怎么读 痛 动物 很好 动物 动物 很好啊 动物 什么是动物啊 这个呢 嘴 不错 嘴 什么是嘴啊 再看 下面这个呢 什么是汁啊 最后一个 断 什么是断呢 断 断 一段话 一段话 还有呢 一段时间 好的 好的 下面呀 我们就来看一看 嘴和口 它们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说呀 嘴和口 它都是什么呀 但是呀 它不太一样 我们说呀 怎么啦 这是狗 对不对 我们可以呀 用嘴 alone to indicate the animal's mouth like this word 这一段 这一句话 那只狗的嘴 挺高的 对 它的嘴呀 是小小的 小小的 very small 很可爱 那只狗的嘴 小小的 我们可以这么说 那也可以用嘴 来说它的mouth 但是这里呀 不能用口 你不能用口 alone to indicate animal's mouth 我们再看 口怎么用呢 look first 口啊 口 它的意思是 mouth 但是呢 它经常 是做 radical unlike 吃 look the left part 我们是 口字旁 对不对 it's a radical 口字旁 second one 喝 喝 最后一个 妈 妈 lick 我们吃啊 喝 这两个action 我们都是用什么呀 用什么吃 用什么喝呀 用什么呀 用我们的mouth 对不对 所以呀 他们 这个汉字 就是有口 因为我们用 我们的mouth 去吃 去喝 最后一个 妈 什么是妈呀 it's a question mark 对不对 我们用什么问问题呀 用什么ask question呢 用什么呀 也是用我们的mouth 所以呀 我们的口 经常 是一个radical to make characters to indicate the meaning of month 我们还可以这么用啊 我们可以这么用 口渴 什么是口渴 口渴 我们还可以人口 什么是人口呢 我们说人口啊 means people for example 我们可以这么用 问啊 你们国家 你们的国家 有多少人口 你们国家有多少人口 为什么这么问呢 我们这里经常用人口 这个word but 不问 你们国家有多少人 我们用人口 为什么呢 我们这个人口啊 经常是 amount of people 我们会用人口 我们可以说 你们国家有多少人口 or the Asia 我的国家 亚洲有多少人口 我的国家 我的国家 三个人 国家 什么是国家呀 country country 你们的国家 肯定 not only 三个人 不止三个人 有多少人 中国 你们知道 中国 有多少人口吗 很多 中国呀 有十几 我们有十四 十四亿人口 快十四亿 十四亿 有十四亿人口 我刚刚说过啊 人呢 我们用人口 是amount of people 很多很多很多人 at least at least 千万 我们才用人口 我们可以问 你的国家 有多少人口 我们也可以问 the Asia 亚洲 亚洲 Asia 有多少人口 我们这么用 所以啊 我们问人口的时候 都是有很多很多很多人 一个国家的人口 一个省 一个省 一个province的人口 譬如河南省 有多少人口啊 我们这么问 所以这是人和人口 他们有什么的 和他们的不一样 听明白了吗 再看 最后一个呀 我们还有口语 口语 口语 spoken language 我们经常用口啊 not alone 对不对 我们经常用口 to make characters and make words like口渴 人口 口语 它都和我们的moth 有关系 have some relationship to our mouth 所以我们用口 同学们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老师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ran and renko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我们说 哎呀 还让我再说一次吗 赛伊德 我不说了 下课后你不明白 你再看一次 我们的那个 这个video this lecture 好不好 我不想说了 我说了两次了 好 我们再看 口 我们还可以怎么用 可以问 你家有几口人 对不对 这个口啊 as a main word for family members 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 不说了 这就是嘴和口的不一样 没有听懂的呀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下课后 同学们没有听懂的 你再看一次 that means Law said if we want to use mouth then we have to use tree 对了 and if there will be use of mouth during some exam then there will be cou plus something or something plus cou 也不是都用口 to make words 你要知道 我们已经学过这么多 and you remember it 也不是所有的 all the words all the 生词 都是用口 to make 你要知道 也先记住这些 and remember it 我们经常怎么用 口 我们不use it alone 但是嘴呢 我们可以 use it alone to indicate our mouth 你可以说 它的嘴小小的 or 昨天我喝水 太热了 too hot 所以呀 我的嘴有点疼 你可以这么说 好 还有没有问题 没有 懂了吗 教室里有一口人 懂了 不说教室里有一口人 我们说口 它是mail word for family number 不能说教室里 教室里的人用个 可以问你家 有几口人 是这样的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几个问题 第一个 我觉得孩子 小小的 水 很可爱 水 是哪一个呀 很简单 option B 老师 他说呀 我觉得 孩子 动物 动物 我们先看是谁呀 孩子对不对 什么是孩子呀 孩子 小小的 很可爱 孩子小小的嘴 嘴是谁的嘴呀 孩子 孩子小小的嘴 很可爱 对不对 他们的嘴都很小 很可爱 好 再看第二个 你最喜欢什么 什么动物 什么动物 对不对 对不对 是吗 什么动物 很简单 你最喜欢什么动物 好 同学们 你们最喜欢什么动物啊 我最喜欢 小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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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是吗 陈思琪最喜欢小猫 小猫 哦是吗 你们都最喜欢 小猫和小狗啊 都喜欢 小猫可以 哦熊猫 我家有 老师 哦你家有熊猫 真的假的 我家有 一只 鸟 小鸟 是吗 哦是吗 你家有很多动物啊 很可爱的动物 王浩天喜欢小鸟 是吗 鸟 除了鸟 我就不喜欢 除了鸟 其他你都不喜欢 除了鸟 都不喜欢了 那么你最喜欢鸟 没有问题 就是动物 好再看第三个问题 我有一只小猫 一只小猫 我特别喜欢它 我特别喜欢它 这个问题啊 你问的是我们的 Metwork 选递 没问题 我有一只小猫 我特别喜欢它 什么是特别啊 特别喜欢它 我都记住了 非常非常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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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哎,我喜欢极了它,我非常非常喜欢它,都可以用它,特别喜欢,而喜欢极了它,也可以啊,好,这是这个,再看第四个问题。 我们选择哪一个,什么意思,你知道什么意思,它说呀,你打算现在买房子吗,那也是现在吗,比如说过一段时间,哎,我们选择西吧,过一段时间以后再说吧,什么意思呢,什么是过一段时间呀? 过一段时间,哎,你也可以说,哎,再过一年再说吧,哎,我现在还不着急,过一段时间,好的,同学们,这是我们课问二的生词,这四个问题,同学们还有没有问题呀?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好,没问题,下面呢,我们开始学课文,我们看一看,课文是谁和谁在聊它呀? 小明和妈妈,他们在哪儿啊? 在商店,在商店,好的,同学们,我们先来听路易,等一会儿啊,老师有几个问题的问题呢? 好的,老师,嗯 课文二,在商店 Text to, in a store 妈妈妈,你看那只狗多可爱,眼睛大大的,嘴小小的,我们买回去吧。 动物和小孩一样,都需要人照顾,买回家去,谁照顾它呀? 我照顾啊。 这段时间,你自己的衣服都没洗,你能照顾好它吗? 只要你给我买,我就能照顾好它。 生词 New words 知 嘴 动物 断 好的,同学们,课文听完了,同学们,有没有问题呀? 没有问题。 很有事吗?都听懂了。好,我们来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他说呀,读一读。 那只狗的眼睛小小的,却还大大的,错了。 嗯,错了。 嗯,错了。 小小的,小小的。 为什么? 眼睛大大的,错。 哦,是吗? 错了。 眼睛大大的。 啊,他说,说错了,对不对? 诶,他说呀,那只狗的眼睛小小的,嘴大大的,对吗? 诶,小明说,妈妈,你看,那只狗多可爱。 诶,look,那只狗多可爱。什么是多可爱呀? 诶,这里也有很多。 诶,so cute,so lovely,诶,那只狗多可爱呀? 诶,你也可以说,你买衣服的时候,你可以说,诶,这件衣服多好看呀? 你买了吧,跟你的朋友说。 诶,你穿着多好看呀? 你快买了吧,嗯,很漂亮。 诶,so beautiful,啊。 诶,眼睛大大的,嘴小小的,我们买回去吧。 look,他说,诶,正好说错了,对不对? 他说,眼睛小小的,嘴大大的,错了,错了。 好,第二个问题,读一读。 妈妈担心,妈妈担心,把狗买回去后,没人照顾。 诶,我们看一看,妈妈说,动物和小孩一样。 小孩一样。 什么意思呀? 什么是和……一样? Animal and child are same. 对, same thing. same like,小孩都需要人照顾。 什么是需要啊? to need. 哎,那小人照顾,照顾呢? 照顾, to take care of it. 啊,买回家去,谁照顾他呀? 对,什么是买回去呀? afternoon, after buying различ, Stern sang 这样买回去,买回去哪去呀? 我们说有个place 所以啊,放在去的前面,买回家去 谁照顾它呀? 妈妈很担心,没人照顾对不对? 所以呀,对了。 再看第三个问题。 妈妈觉得小明自己照顾不好自己 对了 对吗 妈妈觉得呀 小明自己照顾不好自己 他自己照顾不好自己 什么意思呀 什么意思呀 这句话 小明 still cannot take care of himself 对不对 他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 怎么能照顾小狗呢 我们看一看 对吗 小明说 我照顾啊 妈妈说 你这段时间 你自己的衣服都没洗 你能照顾好帮忙的 所以呀 他说妈妈觉得呀 他自己的衣服都没洗 对不对 因为他照顾不好自己 他能照顾好小动物吗 所以呀 这是对的 再看最后一个问题 读一读 小明说 如果买了鱼 就会摔花好了 好好照顾好狗 对吗 对了 对 他说呀 如果买了狗 就会好好照顾狗 对吗 看一看 小明说 只要你给我买 只要你给我买 我就能照顾好狗 你放心吧 好的同学们 这是我们的课问二 同学们还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 都没有问题 都听懂了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了 没问题 OK 没问题呢 我们来读一读这个课问 好 小明说的话 谁想来读啊 谁要来读一读 我先读 好 墨西 OK 妈妈说的话 谁要来读 谁想读 陈思琪在吗 Hello Yes 老师 陈思琪你可以读吗 OK 老师 OK 墨西 开始 OK 妈妈妈 你等了 吃口 不多可以 眼睛 打打 做小小的 我们来 回去吧 动物和小孩 一样 都需要 都需要 人照顾 没回家 去 谁照顾它 我照顾 这段时间 你自己的衣服 都没洗 你能照顾好它吗 只要你给我 买 我就能 照顾 好的 好 还不错啊 有几个小问题 墨西 这个词怎么读 再读一次 这是 多 可以 听老师读啊 可爱 可爱 better 可爱 好 陈思琪 这个字怎么读 墨西 怎么读啊 买 better 买 remember 你读买的时候啊 open your mouth much better than before 买 很好 其他都没什么 很好 其他没什么问题了 好 谁还想读 小明说的话 我要读 谁 我要读老师 好 田瑞克 田瑞克 好 妈妈说的话 谁要读 谁 要读 谁 好 东姑和小孩一样都需要人照顾 买回家去 谁照顾他 我照顾呀 好 这短时间你自己的衣服都没细 你能照顾他呀 好他吗 只要你给我买 我就能照顾好他 好读的不错啊 没什么问题 非常好 田瑞克 养分迷糊 还可以 非常好 没什么问题 谢谢了 不客气 不错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小明星 买什么 为什么 他想买什么 小狗 因为小狗看乳 多快 他要 眼睛 大大 所以小小的 多快 好 我们说呀 他想买小狗 对不对 为什么呀 我们这么回答 这么去answer 小狗很可爱 but we don't use 多可爱 我们说很可爱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 declinative sentence里面 我们经常用很可爱 but我们不用多 为什么不用多呢 我们 多呀 你跟别人说 look 他在跟妈妈说 对不对 多可爱呀 so cute so lovely 你也可以说 你穿这个衣服 多好看呀 你买了吧 when you want to want somebody to buy it 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 多 但是呢 我们在 回答 问什么 为什么这个问题 in the declarative sentence 我们经常用很 但是不用多 你可以说小狗很可爱 不用多 他的眼睛大大的 这个小狗很可爱 是吗 confusion 但是啊 你要记得 next time 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我们经常用很 很 这个 out of a beautiful indicated degree but不用多 也不用真 真可爱 我们说呀 这些多可爱 被真可爱 or 可爱极了 这样的一些 degree 我们经常在conversation里面 可以用 你在跟别人说的时候 你想 to indicate the degree degree 你们用多 真 and 极了 特别 但是呀 我们在回答问题 like this question的时候 你自己说 oh you want to write it 的时候 我们经常用很 but不用 真 多 or 特别 这样的 edible view 你要remember it 回答问题的时候 不用 不用多 不用真 这样的 用很 更多用很 再看第二个问题 小明的妈妈 同意小明的要求吗 这个词怎么读啊 同意 同意 什么是同意 他妈妈同意他的要求了吗 他妈妈同意他的要求了吗 他妈同意他的要求了吗 你知道吗 知道 可能 是可能 可能同意 我还不知道 他可能同意了吧 这就是他的answer 他不知道 对不对 妈妈没说他同意没同意 小明只说 只要你给我买 我就能照顾好他 但是呢 妈妈没有回答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不知道 他可能同意了吧 你可以这么回答 好的 同学们 这是我们的课问二 同学们 你们还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来看一看 课王二 你就学了什么呢 我们又复习了 对 之 又复习了可爱 什么是可爱 可爱 可爱是什么 我们又复习了 A的 那嘴 小小的 眼睛大大的 我们又复习了照顾 什么是照顾啊 需要 donate 动物 animal 一样 养生 照顾说过了 断 断 这段时间 这是我们的课完二 没有问题呢 下一节课 我们开始学课文三 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会儿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text 二 要 是 一 要 諦 ��